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6例 那死亡的个案也没有 在我们这个台湾里面 就尽量能够来做相对的放松 不管是唱歌 室内外的运动 温泉 水域的活动等场合符合条件者 也免戴口罩 那本来有一些限制的 我们也现在都把它取消 就是集会活动的人数的上限 本来八十三百 这个我们就不再管制 11月2号开始的两周 还是要维持二级警戒 但是口罩令要放宽了 好 有些情况 就例外的情形可以不戴口罩 哪些呢 包括了唱歌 所以到KTV唱歌 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还有像是运动啦 温泉啦 水域活动啦 都可以不戴口罩 另外呢 包括像是集会活动的人数上限 展演表演啊 还有国家公园的人数 降载规定统统取消 好 那很多人呢 息息相关的是啊 搭双铁 包括了台铁 带高铁啦 客运 游览车啦 航班 电影院 KTV MTV通通都可以脱掉口罩来吃东西了 很有趣的是八大行业叫了很久 那么在这次说呢 可以有条件的开放了 但是不可以有陪室的服务 这是今天宣布的最新放宽规定 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被指控 贱卖党产的三中案 台北地院审理了三年多 昨天一审宣判马英九无罪 党政军退出媒体 当时不是国民两党共同的承诺吗 民党在野的时候是喊得震天驾响 而国民党也信守承诺 执行了所谓的党政军退出媒体 但这回怎么民党二次执政之后 反而公权力要处罚 让党政军退出媒体的人吗 立文 事实上像这样的一种政治追杀 我觉得真的非常要不得 所以蔡英文虽然口口声声说 希望大家要团结 要和解 但是真正掌权的她 却一直不断制造仇恨跟对立 那马英九自从总统卸任之后 就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一直不断地追杀 每天要跑法院 事实上这是一种和解的诚意吗 很明显的是不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2005年马英九担任党主席 为了依照广电法规定 让国民党退出媒体经营 处理出售三种股权及旧党部大楼 却被指控借卖党产违反证交法 案件到了2014年 特征组查无不法全案签结 但2016民间党执政时 竟又重启调查 百民要硬扮马英九 本来就无罪啊 因为这个起诉就是政治追杀嘛 检察官在里面 鸡蛋里挑骨头 硬搞硬干仇恨起诉 广电法也没有说不处理会怎样啊 了不起就是处罚而已啊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干嘛那么急着处理三种呢 你问讲这什么话啊 北检硬起诉 让马英九不停跑法院 蔡英文任内提拔的时任 北检检察长邢泰州力求表现 却因北检侦办案件时 媒体曝光过多侦查细节 被马英九控告泄密 而当时被告的邢泰州 竟还自行合照签结 跟遭监察院打脸认定不妥 没有查到一毛钱流入马总统口袋 还要强行起诉 社论批评 这个是一个东厂的行径 的确是一个东厂的行径 不管你在政治上面的主张 或者意识形态有什么不一样 但马英九的清廉 是大家通通都知道的 用这个东西在他已经卸任了 而且民进党都已经赢得大选之后 还要继续追杀 只会让台湾的社会永远 现在仇恨当中没有办法 真的大开大合 我们来看一下 是早在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马英九任党主席 所以当时刚好通过了广电法 那么马英九也就在他的主席任内 他也宣誓说要完成党政军退出三台嘛 所以就把中影中视中广 这就是相关的本来国民党所掌控的 有关媒体的部分 他的股权全部通通都卖出了 出清了 那么呢 在隔年的时候呢 游锡坤跟柯建民就到高检署的 查黑中心去告发 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2007年所成立的特征组 在侦查了多年 从07年一直侦查到2014年 结果是查无不法 牵截了 但牵截了以后呢 2016年小英上台了 2017年再一次又把旧案翻出来 北检首次传唤马英九 停讯了14个半小时 问到了什么呢 问出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嘛 14个小时 145个小时 后来呢 马英九也告发当时北检的检察长 邢太昭 为什么呢 因为邢太昭就把很多 在这个侦办不公开的里面的 很多的细节提供给了周刊 大灯特灯啊 那但是呢 不法牵截也是邢太昭 自己帮自己牵截了 所以监察院还说 你这个球员兼裁判也太不妥了吧 好 一直到18年的时候呢 北检二度传唤马英九 马英九全程兼默抗议 认为你根本就是在无端的骚扰我 后来呢 又三度的传唤 马英九再度使用行使监默权 那北检最后起诉了 马英九等共6人 8月10号的时候 今年言辞辩论终结 就在不久前两天 10月27号 北院一审宣判 马英九获判无罪 但是呢 就在这个时刻呢 大家都呼吁 检方不应该再上诉了 应该停止仇恨的追杀 蔡英文都连任第二任呢 还在做司法上面的追杀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要不得 在政治上选举 大家就是光明正大拼输赢嘛 哪里有在选后了以后 还做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追杀 然后把政权的手 这样子伸到司法体系里头 真的是对台湾的民主政治 最大的一个强害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马英九办公室呢 下面呢 就有讲到说呢 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呢 北检是用拼贴罗志的方法 只是想要硬扮马英九 柯建民呢 刚刚就讲了 不愿意放过 他说法院的判决 毫无正义伸张感啊 所以呢 他一定要 检方一定要上诉 才能够以招司法公信 那马英九很可怜啊 他不只是只有这个案而已 还有国发院的土地 是不是有土利案 以及富邦银行 就是他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的 并北案等等 现在都还只是以他字案 在进行侦办 换句话说 就是用暗海啊 想要淹没马英九 想要呢 不断地牵制马英九 要是让他退休的日子 卸任的日子 也不要一天让他好过就对了 过两岸关系 最近是越来越紧张 新委市长侯友宜 昨天啊 都被民进党的市议员来逼表态 说要他谴责大陆共击 侯友宜罕见地暴气怒呛 他强调自己 一生都在守卫中华民国 不是只有嘴巴锁锁 两岸情势史上最紧绷 共击不断绕台 要怎么捍卫中华民国 新北市长侯友宜 大战民进党议员 对中国的这个战绩之后台湾 你不敢讲一句话 你怎么会让我们相信说 你能够捍卫台湾 我对这一生 我就是守护中华民国 我相信我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年代 经过这么多的枪战了 看过这么多的生死了 你严厉跟我一起这样做吗 你严厉吗 市长 你严厉吗 我问你你严厉吗 谈到汉问中华民国决心 侯友宜被比表态谴责大陆 罕见动怒 也连好几次反抢 问到何博文 差点说不出话来 你做过吗 我今天担任民意代表 你做过吗 我都问你你做过吗 因为我不是警察 你做过吗 我不是警察 大家会说的很多 用行动表示 我只告诉大家 任何国家 不可以伤害中华民国 民营党的市议员 最近在议会里面 似乎是动作频频 先前台北市议员 简叔陪财 要求台北市长柯文哲 要附送蔡总统的四个坚持 而昨天是新北市议员 侯博文要求市长侯友宜 对共激扰台必须要表态 所以一天到晚高海 要保卫中华民国 但是蔡总统怎么在国庆的时候 都不喊中华民国万岁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辉文哥 所以这个地方民选的市长 他必须要宣誓保卫中华民国 他是国防部长吗 看到台北市议员跟新北市议员 轮番的这个直选 当然这个题目当然也很奇怪 在市议会问这种 什么四个坚持 什么保卫中华民国这种题目 但是其实我想跟观众朋友讲 我比较期待的是 在高雄市议会 有几个 有31个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可不可以有几个问一下陈其迈 这个陈中辰大火的事情 那何伟宜市长当这个 我觉得这个准备是不够充分 因为何市长他现在的民调 非常的好 那这种题目其实 当然跟新北市正是无关 但是如果他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这种意识形态的题目是 必须要先做准备的 那这个警北枪战跟保家卫国 在层次上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对何伯仁的表现 我是有点失望 因为何伯仁他以前是我们 这个媒体记者出身 我觉得那个 就不应该让何友宜去抢话 是我在咨询你 不是你在咨询我 怎么大家都学了苏贞昌的坏毛病 苏贞昌怎么可以骂立法委员 不更小呢 那苏贞昌骂了立法委员 不更小的时候 这个立法委员的党团 还继续咨询他 我都不晓得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应该是要逼行政院长道歉 或者你要叫他下台 他也不会了 那他什么道歉都没有 那就别人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质询跟被质询 基本上这个角色都混乱掉了 所以我不会去帮何友宜按赞 说你很怕的 你把何伯仁给我们 而是你就直接跟他讲说 我现在是在新北市议会 我的身份是新北市长 你针对市政的问题 你咨询我一定是有问必答 那你要我表态就很像 简素培要 柯文哲念那个四个坚实 念那个的意义在哪里 是没有意义 但是我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因为不同的媒体 不同的角度 你认为的英雄 可能你遥控器一按就变成狗熊了 好那你觉得狗熊 可能他另外一台是英雄 好所以他们这个表现 很简单 就是因为明年就要选举的 这个有些地方 明年代表他们也有选举的压力 那你看他们就咨询这种题目 是媒体是一定播的 你很认真的咨询市政 是上不了媒体的 好所以在这种 这种咨询的题目的选择上 有时候也比较那个 就是你看 我还是觉得应该把这个 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回归到立法院去讨论 在市议会讲这种东西 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对啊 你要咨询市政 还要做好多功课 可是问这种 地势形态的问题 好简单 马上就可以问了 不过12月18号 四大公投即将要登场了 似乎是变成了 蔡政府苏内閣的提起中考指标吗 现在朝野纷纷磨刀火火 根据民调 四大公投赞成比例 比起半年前还要冲更高 反来出公投64% 飙到68% 护藻礁也冲到47% 公投榜大选狂省6.6个百分点 重启核四也达到46.7% 同一票都闯新高 年底公投落过关 到底谁该负责下台 就是让蔡英文都要负责 莱猪是蔡英文的意思嘛 最好民进党现在就干脆还没有公投 就自己撤回那些案子了 莱猪就不要进口了 藻礁就停止去开发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还给自己留点颜面了 否则那个公投的结果 会让民进党真的是踢到铁板 四大公投 12月18号投票 蓝绿都表态要正面来迎战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本周六的全代会就要启动 1218的这个公投接奖 而蔡英文昨天是在民进党的中职会 指责国民党 她说呢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利 四个不同意 台湾不会乱下去 要用公投来深化民主 是民进党追求的价值 可是国民党啊 把公投操作成为了党同法裔的工具 阻碍国家发展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帮自己找到了很合理化的理由了 好 现在蔡总统呢 蔡主席呢 上阵表态要全面开战了吗 但是网友怎么看呢 好 网友留言说 做事好吗 只会想选举 选举才会醒来不是吗 可悲啊 好冷血啊 不关心百姓民生的需求 只重视自身的权势跟权利吗 好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新闻的独家报道啊 她说没有作战前内乱的道理啊 在终止会上蔡主席可是说了重话了 她说我们现在是仕同作战 作战之前内乱要如何来作战呢 因此希望党内炮口要一致啊 好 根据转述啊 这个政国会的蔡思英就具体建议说呢 民进党内应该要呢 要催出至少五百万的不同意票 作为总额的目标啦 规划民进党公持 大家都要有责任的配合耶 好 所以呢 蔡主席很认可 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各个选期的不同意票的票数呢 要当成是未来啊 提名规划的参考依据啦 很硬哦 每个人都要票催出来哦 好 那问题是 是不是这个公投 现在政治要进入校园了吗 因为民进党要举办了 台湾更有力说明会的第一站 礼拜六竟然要在中央大学来举办吗 哇 陈学生立刻跳出来了 你看台大过去借场地给中国好声音啊 还不是一个政治的节目啊 结果就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的支持者来这边啊 结果就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了 好 前行政院长江一华 应邀到台大的校园演讲 还有人抗议呢 结果今天民进党竟然可以在中央大学 办反公投的说明会吗 那改天其他政党可以来借场地办选前之夜吗 可以这个反中保台的造势大会吗 中央大学可以拒绝吗 好 看来压力不小啊 民进党现在说了啊 我们因为报名的人很多 而且有支持者建议呢 公共政策说明会不要和校园有牵涉 因此呢我们已经通知大家 要改地点来举办了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淑惠议员哦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项公投的题目啊 好 这个除了重启和四之外啊 这个反萊猪啦 互藻礁啦 公投绑大选 哪一个不是民进党过去的神主牌呢 现在在野党号召民意共投来捍卫 过去绿营的神主牌 怎么被人家骂成是政治操弄了吗 那现在等于就是说 民进党反公投叫老百姓吞萊猪吗 那我们进了萊猪 难道就可以换到美台的FTA吗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们觉得民进党 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政党 蔡英文也是脑袋有点神经错乱 角色错乱 你现在到底是民进党 党主席还是总统 现在是民进党跟人民要对决 还是民进党要带着政府 跟人民对决 公投是民众自己自主出来 他要选A或选B 为什么会有公投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公投就是因为 人民对政府的公共政策 他有疑虑他不支持 所以他要提出他的立场 当他已经跨过这个门槛以后 剩下的都是给人民来决定 就像选举交 或者是罢免法 你今天政府是被决定的对象 所以你今天蔡英文 你既然是总统 你又是党主席 请问一下 当你带头在反公投的时候 你用的是民进党的资源 还是政府的资源 再来蔡英文从四个坚持 到四个不同意 我真的很害怕 接下来各县市的 这个总质询里面 民进党议员 是不是又要一个一个 去逼问这些县市首长 你同不同意吃莱猪 你同不同意破坏草礁 现在是怎么样 民进党要我们 逼着我们去盖下 甚至逼他们那些 民进党支持者去盖下说 我要吃莱猪 我要去破坏草礁 我要去打脸过去 民进党主张的这个 这个公投绑大选 我怎么会觉得 你们不觉得自己是神经错乱吗 所以我们常常在说 民进党你不要再喊 台湾价值了 因为你根本就连 自己的民进党价值在哪里 你都忘了 自己的神主牌不要 自己的国家不要 自己的价值也都不要了 那现在你叫我们 要去听你的四个坚持 四个不同意 你觉得你真的 能够说服我们吗 我跟大家讲 如果今年的四个公投案 再一次成案通过的话 蔡英文总统将会成为中华民国史上 被最多公投案打脸的总统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推的所有公共政策 大家都不支持 2018年有七个公投案 包括台湾证明都没有过 都是在打脸民进党 这一次又有四个 不管他通过三个或四个 蔡英文就会有高达十个公投案 十项公共政策 民众都跟你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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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国民党在进行党同伐议的工作吗 我跟大家报告 2018年反空屋的公投 有795万票是同意的 国民党有这么多票吗 没有吧 里面有很多你民进党支持者的票 不要忘了 反深奥电厂的公投 有759万票 逼得当时苏贞昌 在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自己就喊撤销这个案子 这个是国民党的主张吗 你这么听话吗 不是吧 这是民众的主张 反核实公投更高了 有779万 我告诉大家 其中民进党的支持者 民调有超过六成的民进党支持者 也说不要吃核实 乙和养绿也有589万票 也有将近600万票 所以你现在说都是国民党的主张 都是国民党的主张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国民党什么时候变得这样 如果国民党的主张 就可以推翻你这么多的 这个公投政策的时候 那我只能说民众认同就是国民党 不是你民进党 我觉得不要讲这么多 这四大公投里面 只有两种 一个叫做民生 一个叫做民权 就只有这两种而已啊 对不对 民生就是我实的安全 我环境的保护 民权就是公投绑大选 本来公投的权利 就是人民的权利啊 那你这个时候去扯到政党 甚至党主席跳下来对决 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可是我现在很害怕的是 民进党后面铺天盖地的资源 我们不知道多少 因为民进党自己 早就通过一个八千万 八千多万 要去全力推这个公投的 这个反公投的这些宣传 然后再加上政府的力量 再加上媒体资讯的包围 所以我最近在跟国民党 很多民意代表在说 我们现在只能用 发动这个自媒体 自媒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媒体 你有脸书你就有自媒体 你有YouTube频道 你就有自媒体 只能发动我们这些 散户的自媒体 去突破民进党的绿媒网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真的是 也要要求你的支持者 为了挺你 就要自愿去盖出 我要吃莱猪 这是不是有点情何以堪呢 好 另外呢 陈柏维成为史上第一个 被罢免的立法委员 那么接下来台中市的第二选区 三个月内就要补选了 好 蔡总统昨天就誓言说 要把这一席要回来 他还说有人推动 罢免扰乱台湾 所以要挺身而出 前几天立委陈柏维的 罢免案通过 我们都觉得很遗憾 近期由国民党和亲近的团体 发动的几个罢免案 都不是以从政表现为前提 而是出自于政党的好恶 既然有人要继续推动罢免 扰乱台湾 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阻止这些乱象 所以提罢免就是扰乱台湾吗 不过也有趣的是 先前林嘉隆落选的时候 蔡总统怎么说 她说台中人欠林嘉隆一个道歉 这一回有77,899个人投票 赞成罢免陈柏维 所以现在总统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台中选民 是在扰乱台湾吗 而反扼霸的票数也蛮高的 突破了73,000票 两者只差了4,466票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老师 所以这代表着抗中保台这张牌 还是蛮有效的 所以蔡主席很有信心觉得说 我再换一个人 补选一定可以扳回一城吗 我说民主社会 再怎么样都不能骂选民 当然他刚才讲述好像是 国民党去塞隆的 其实就是老百姓 我们第二选区里面 决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说 他是反民主的 相当的威权的 我其实看他几次在讲公投 在讲罢免这个制度也好 我是觉得说 其实他大一的时候 他的政治学有没有修好 台大法律系是哪一个先生教他们的 我是觉得有点奇怪 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 即使在高中 应该在公民社会里面 在讲这些基本的概念 应该十几年已经教 也就是说我们的基本政治权 就是选举罢免创之复杰 那当我们如果选举出来 选出来的 不管是首长或者是戴医师 如果表现不好 或者是朝野沆瀣一气的时候 这是我们最后 老百姓最后的这个 要等到下一次再改选的时候 最后一个是商方保健 然后你为什么要把我们 好像把它负面到那种程度呢 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天 半年来他们一直讲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游戏规则这个部分 是他们自己去改的 我坦白讲 台湾的当时在过去的时候 二分之一 这个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其实不会是很高的 OK 那我今天看到那个金恒伟 他就也跳出来 说你自己如果是同样的 你去看韩国语也好 等等等也好 过得了吗 等等这些东西 表示说其实他们自己人 也都有点是看不下去 OK 我甚至想说 他们不只是说要改游戏规则 甚至有一点点要废掉的样子 我看到那个侧义学者 我都不晓得他博士是哪里拿的 他这样讲是说 好像民主国家里面罢免的很少 废话 当然是罢免的很少 因为他们很多国家是内阁制 那内阁制基本上有点风吹草动 民意变动的时候就是倒阁 然后所有的总理下台 然后重新国会改选 那另外他讲说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罢免呢 就是没有罢免总统 第一个在罢免总统是相当的困难的 那为什么他们众议员没有罢免呢 因为他们两年就选一次 当你联署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差不多要改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讲说 如果照你们这些学者 这些所谓的专家来讲的话 世界上拿筷子吃饭的很少 民进党 你们是不是以后就不要拿筷子好吗 毛笔书法等等这些都不要了吗 我是觉得这些人一定有点 已经我不晓得 已经好像把这些东西当作洪水猛兽 都是很奇怪的 我甚至也讲说 他们这种旁门走道 也在讲公投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在其实一直耿耿意怀半年来 就是说他们强制把公投跟这个大选脱钩 这是违反世界潮流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不晓得 当时社会法已经过了没有 我当时应该去告苏贞昌才对 当时他就在公栏里面讲说 世界上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是脱钩的乱七八糟 就只有加拿大魁北克 他们是因为要讲魁北克独立的公投部分 而且我们知道那个安格尔萨森国家 英国纽西兰澳洲也好 他们都是每个法案都是独立立法 时间条文等等这些东西 我是想说民进党是拨拍照 他到底是无知呢 还是邪恶呢 还是怎么样呢 我其实是坦白讲 我已经觉得说 他对于那个智慧知识的那个藐视的程度 我是觉得说老百姓可以受得了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高雄城中城火灾 尿城了46死 那么陈其迈说要负责 但是却始终没谈到个人政治责任 那么蓝营议员杯葛预算的前夕 市府赶紧就发布了新闻稿 宣布说公务局还有消防局 两个局长要请辞 对照高雄气暴 当时32人罹难 陈局的副市长还有三名局长下台 那么局市府当时是不是还愿意演一下 那陈其迈是干脆不演了吗 李文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嚣张 好像不甘不厌 随便地敷衍一下 46个人 46条人命 他可能觉得跟苏贞昌 陈时中比起来算什么 人家800多条人命都可以这样子 老神再再不为所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14号凌晨两点多高雄城中城一到六楼全面燃烧 造成46人死亡惨剧 也是高雄史上最严重活经刺伤 过了将近两个礼拜 27号新闻局传简单讯息 没有记者会宣布公务消防两位局长请辞获准 市议会国民党党团质疑找人被黑锅 没有不得 没有预算 他要用两位局长的下台就要弃居保帅 断尾求生 蓝一议员也质疑高雄市长陈其迈 多次说不逃避责任 但却是有多年行政资历的公务局长 消防局长请辞获准 这算是弃居保帅吗 其实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断尾求生 好这最新的宣布呢 就是高雄的消防局长跟公务局长 两位局长负责扛责下台 就这样 That's it 没有了 大家都傻眼了 那么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说 他们两位局长认为协助行政调查小组 厘清相关市政的工作告一段落 所以同意他们的请辞 就这样子结束了 好大家能够接受吗 高雄市议会的国民党党团说 那陈其迈呢 陈其迈呢 陈其迈呢 没有负责 没有预算 怎么可以陈其迈躲起来 民众党的高雄市党部主委 张其路也是立法委员 就是说首长是否愿意承担政治责任 是一个风骨的展现 民众都看在眼里 那么民众真的有给民进党足够的压力吗 还是套句黄国瑜说的 真的民进党是他们的爸爸吗 好 2014年回顾一下高雄发生气暴灾难 当时起码还有一个副市长 因为陈局是绝对不可以动的啦 全中华民国上上下下 全台湾全民进党 没有人敢动他 那起码还有个副市长 还有三个局长 而且在一个礼拜里头就引就辞职 现在都拖多久了 也没有副市长陈其登 通通都没有啊 所以现在民进党只要选上了以后 就随便爱搞什么怎么搞 政策跳票 前后反复 贪腐 婚外情 通通无所谓 因为台湾需要他们 因为台湾不能没有他们 所以高雄市民进党团 总召就跳出来讲话 陈中诚的问题 是前国民党的市长 从王玉云 现在已经很多人不认识王玉云了 不记得他是谁了 因为实在是年代太久远了 一路累积的啦 市府团队已经很好了 我们是扛历史共业的善后责任 国民党不应该见烈欣喜 来让大家看一下 王玉云老先生是谁呢 他是在1979年之前 73年到79年的时候 担任高雄市长 那陈中诚是1980年才拿到使用执照的 你会不会太扯了 拿出做股的前市长 就为了帮陈其迈护航甩锅 这也甩得太厉害了吧 当时是当时的年代的背景 是不一样的 跟后来他改变了使用的方法 跟后来所有先进的 进步的消防法规 通通都没有人去检查 也没有人去落实 后面的监管才是真正的问题 跟责任之所在 二十年前 二十年来发生过多少次火灾 为什么所有民进党的市长 都不闻不问呢 还好意思推给四十年前的人 这样子的一个政党 这样的一个市长 支持者投票 你们投下去 手不会软吗 是不是装傻天下 叫无难事 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陈总彦先前公开说 大陆是哪个国家 哇 这个说法各界哗然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马小光就回呛他 又引发了唇枪舌战 你讲大陆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你讲大陆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我先要问问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祖先为何 他家族从哪里来 他无非是为了祈求 这个一官万职 而演出一场闹剧罢了 陈总彦公开说 他听不懂大陆是指哪个国家 可是回到今年的五月份 当时洪秀柱说 他有意要争取大陆的疫苗 可以输入台湾的时候 陈总彦出来公开表示 对于大陆疫苗 我相信国人信心不足 几个月之前 他听得懂什么叫做大陆 可是几个月之后 他突然不知道 大陆是哪一个国家了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 这个王定宇也三国台办 如果按照对岸的协同逻辑的话 是可以追溯到北京猿人 所以应该要到动物园去寻亲 可是蔡总统不是也说 他是这个中国人吗 那到底是谁去动物园寻亲呢 陈宗彦的事情 如果不是国台办回应的话 可能观众朋友这几天 比较注意的是王必胜的新闻 就王必胜道歉 我就不太懂 他不是说他没有婚外情吗 那没有婚外情要道什么歉呢 这个实在非常的奇怪 如果我是王必胜 我就告那个周刊 把它写成这样子 但是陈宗彦这个 其实基本上 就是很快就被拆穿了 我基本上我觉得 国台办其实不应该回应这种问题 你也知道他是演的 你去骂他 就像我刚刚前面跟观众朋友讲 就说 你觉得陈宗彦是在演戏 可是他被国台办一骂之后 他就变英雄了 在绿媒他就变成英雄了 去国台办丁名做技巧 就这样子 陈宗彦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期待的就是这个 然后你还去给他 给他这样一下 其实就像王必胜 他传出这种绯闻 还是会继续留在指挥中心 跟陈宗彦 陈伯伟 林静怡 观众朋友 在我的看法里面 他们是统一路的人马 就像简淑培跟何伯伟 他们要去问 何伟彦跟柯文哲一样 我就是抗中保台 在蔡总统执政以来 出现状况就是 只要我的颜色是对的 我的意识形态是对的 我有满满的台湾价值 我是抗中保台的 即便我婚外情一下也没关系 即便我借由记者会 我来跟独派交心表态一下 你看我就不晓得大陆是什么国家 你当然觉得陈宗彦很离谱 可是在特定的媒体 跟特定的团队里面 这年轻人的不错 赖青岛的人 现在做政策 不然更上一层 我感觉不知道 再安排一下 他要的效果就是这个 那为什么每次拿抗中保台 就像林昌佐一样 林昌佐说我不会被罢免 他觉得他很爱台湾 人家在台湾 抓这个机子 你就不能动他 你去质疑他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贪污一下也没关系 对不对 婚外情也没关系 故意耍保也没关系 然后我们都不会去 其实观众朋友 我本来期待的是像 郑立文委员这种大炮 能够在立法院有机会 逮到陈宗彦的时候 把刚刚哈远宇讲的那个东西 转成录影带 在立法院播 就当脸打脸陈宗彦说 你之前不是知道吗 你之前不是知道吗 就像这样子 来观众朋友 这个叫做开双框 这我们的数据叫开双框 你说你不知道 可是你明明是知道的 我不期待国台办垫陈宗彦 我要郑立文去垫他 让大家看看 但在台湾就是有这样的政客 他可以睁眼说瞎话 他明明知道 他都专注不知道 这样没问题 这样会获得表扬 这样会获得重用 我们国家会乱会沉沦 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观众朋友 不能拿抗中保台当护身符 不能拿抗中保台做这种结果 所以我的结论非常简单 我拜托大家 我这一天那各台都拿这个 当我的结论 操作抗中保台的都应该被罢免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共识 就是说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拿抗中保台来当你无能 贪污婚外情种种的这种 这种护身符 这个是非常不道德 而且非常糟糕了 好 惠文哥提到了拆弹专家王碧胜 王碧胜金爆和护理石不伦练 长达七年的时间了 马上有民众向媒体爆料 说这王碧胜外遇的对象 自曝他都称呼王碧胜叫老公 而且每个月拿零用钱六万块 前一天在脸书上道歉 对死领域处理不当表达歉意 期许家人谅解 自立行间不但没承认婚外情 也看出家人还没原谅 网友看了更是群起狂吼太恶心 要他出来面对道歉没认外遇 是保护小三隐私吗 原配妻女不就刀大梅 怒喊要验DNA 225字道歉文 不但没拆除外遇未爆弹 反而再爆另一颗震撼弹 媒体接获民众爆料 透露王碧胜的外遇对象 护理师曾自曝布伦秘星 不但自称王碧胜为老公 还说他是管疫情的 每天早出晚归 还要开会讨论疫苗混打 把王碧胜的身份急紧曝光 甚至还说七年来 老公每个月会给零用钱 五到六万元 宝宝花费还不含其中 如果要买什么都直接开口 还说管他的 本来就要宠我 不然钱要给谁花 所以说根据爆料说 每个月可以拿六万块的零用钱 还不包含宝宝的费用 这个是网友的爆料 但是现在这只是一个 还没有正式的传闻 因为王碧胜没有承认 他只有跟大家道歉 可是他没有承认说是他生的小孩 所以陈时中说 现在这个私领域的事情 我们要等待水落石出 目前没有跟动他的计划 王碧胜昨天晚上在脸书 PO文抱歉 他说要取得家人的谅解 似乎他等于承认了 这外面的事情 家人好像还没有原谅他 我们要请教一下淑慧 许多网友质疑说 王碧胜这两百多个字的PO文 表示他会深刻的检讨改正 可是他却不肯承认孩子是谁的 所以为了保官会这个必须要打死不认 对不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同意就是 这跟他防疫的专业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看这整个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一开始就是所谓的内幕人士 知情人士先爆料给周刊 所以也同时掌握了他们非常多 私人互动的照片 包括跟爸爸睡觉的照片 包括他们这个 爸爸抱着背部好宽广这样子的照片 所以这一定是两个 第一个是身边人 可能因为私人恩怨 所以很了解把他爆料出来 第二个是公斗 可能是要去挡王碧胜 未来有什么官位 有什么重用 先下手为强 总而言之一定是一个熟知王碧胜 整个跟王碧胜很熟的人 坦白说 为什么昨天王碧胜会突然在脸书上道歉 因为第一 前天的时候 大前天周刊爆料的时候 王碧胜只是很简单的说 这是个误会 我跟我太太感情很好 我本来就喜欢小孩 接着就神隐了 那昨天晚上为什么会突然 也没有人去追问他 因为大家都算是对他还蛮客气跟尊重 也没有人一直追杀他 为什么他突然昨天晚上又写脸书 我怀疑就是他也知道 他还有很多资料 在所谓的内幕人士的手上 所以今天这个内幕人士 就是跟不同的媒体在爆料 说他们交往七年 每个月给他零用钱六万块 是不是同一个人 或许是同一个人 可是你看代表手上还有不同的料 然后分次 他就是在等王碧胜你要怎么说 我后面还有 我后面还有 所以王碧胜昨天才必须要 在脸书上直接道歉 因为他两天前其实是否认的 那这个人跟他熟悉到说 一个月拿六万块这零用钱 他都知道 我觉得这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他可以说几万块 这么精准的讲六万块 我们刚刚现场来宾听到都说 哇好多 而且交往七年 如果回推的话 交往七年是什么时候呢 是大概2014年 王碧胜也在荣总任职的时候 所以这位护理师 就是他在职场上的婚外情吗 他跟下属之间 可是如果那个时候 他太太也在荣总的话 我觉得这给很多夫妻之间的 不信任感真的蛮加重的 原来先生跟太太 在同一个领域工作 在眼皮子底下 还是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大家其实探讨的 并不是说 你私领域你感情怎么处理 这样会不会影响你的防疫 不是 而是说 是不是代表卫福部 已经开始在攻斗了 是不是陈时中要去选举 然后已经有这些 在斗来斗去在卡位之战 还有就是王碧胜 他在荣总的时候 有没有假公济师 有没有假公济师 因为他等于是他的主管 那他这个钱的来源 是不是都完全是 他薪水内可以负担的 因为王碧胜自己 也有两个小孩子 他自己的家庭 也有两个小孩子 我觉得比较涉及 公领域的可能是这几个点 OK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要有很多的钱 在有办法做想做的事 所以蔡政府拍板定案说 明年军工教要调薪 要加4% 增加的经费是314亿 这是蔡政府任内要第二次 来帮军工教调薪了 也是25年来调薪幅度 最高的一次 但很有趣的是 在8月的时候 蔡政府才刚刚说 不会调薪 这时候等于是突然一下 180度 是法家弯了 难道是快要公投了 这个要拿国库来平息民怨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老师 因为中央说调薪 是为了要刺激内需 这么好的话 那为什么不干脆每一年调薪两次呢 无事献殷勤 非奸及招 我认为是黄鼠郎拜年 坦白讲 现在政府政绩不怎么样吗 就是花钱绑装 就是这样子 难道不会担心通膨吗 那整个从旧历年到现在 社会坦苦 其实是大家很坦苦 你知道吗 相对之下 军公教是稳定的 我必须要这样讲 其实军公教是有一个 社会稳定的力量 也就是说 当整个社会经济 在整个比较好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一样 但是整个景气 比较萧条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 那其实他这样子的 其实这种军公教 这种制度 其实他的设计里面 就是说 希望我们不要 因为社会的景气变动 然后影响大家 要来效忠国家 而且他也不用去担心 是不是要投资理财 你看现在政府 其实我们知道 一个是薪水 一个是退辅这个部分 我们就看他 好像让年金改革好了 从第一任的时候 如何的羞辱 我们军公教这个部分 你看那个陈其脉 那个嘴脸 跟现在爆猫爆狗的 那个淡暖的样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现在影响到 我们军公教 坦白讲 大家其实是心灰意冷的 然后他忽然 在选举之前的时候 就好像是 你也知道 就是好像 藏虹的那种感觉 利多藏虹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 制造一个这种假象 赶马桶给你吃一下 我是觉得说 忽然有人扮黑脸 然后小鸣 出来办白脸吗 或者整个制度 整个对于国家的信任里面 已经打击相当大的 我是觉得说 我们 你给我那个钱要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一直在耿耿以怀 是什么呢 甚至那些官员还在怪我 我们说你们这些 大学教授 你们应该要懂得去理财 我一个天 24小时 要当48小时 都不够用的 跟我的生命 在做赛跑的时候 他还怪我说 你为什么不理财 我要怎么去理财 我要理财 我今天去做生意了好吗 我觉得这些死没良心的 怪大学教授不会理财 所以说 才不能够砍你们的薪水吗 真的是好奇怪的逻辑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蔡总统接受了CNN独家专访 首度公开证实 美军的确有在台湾训练 蔡总统26号 接受CNN独家专访 谈到近来北京当局的威胁 与日俱增 他首度公开证实 美军在台进行训练 CNN也问蔡总统 有没有兴趣 与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进行对话 他表示没有放弃 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性 蔡总统说 如果习近平愿意 双方愿意坐下来谈 但这段发言 随即遭到立委打脸 你现在开口闭口 就是富富隶属 那你开口闭口 你现在就是一直戳他 戳他的底线 他怎么跟你坐下来呢 蔡总统接受CNN的专访 用55次的台湾来称呼我国 而不是用中华民国 他证实美军有驻台协训 但是如果习近平愿意的话 也希望可以跟习近平坐下来谈 所以说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蔡总统说辞是说给美国听的 还是是说给谁听的呢 这是在卖芒果干吗 而他脱口而出说 台湾有美国驻军 这是不是在挑衅对岸呢 我觉得他这个在这个时候 特别安排CNN的专访 一定是有他的需要跟用意的 那我觉得他是在帮拜登 我认为蔡英文是在帮拜登 换句话说 你要知道蔡英文她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代表的是一个弱小的国度 我们中华民国是小嘛 大陆是很大 然后她又是女的 然后呢 我们台湾又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所以蔡英文她其实是在国际媒体上面 想要展现出一个弱势的 但我们是文明的 我们是民主的 那我们在面对对方的压力的时候 你看美国跟我们这个关系这么的坚实 给我们一个应该有的一个保护 可是呢 我却在这个时刻 我并没有要挑衅啊 我也希望跟习近平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啊 有什么不能谈的呢 所以他是要把对方形塑成 是一个很阿爸的强国 而我们是一个弱势的 可是我们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 这样子才能够成功的博取 不要说国际 起码是美国人的同情 而且给拜登一个很大的credit 就是说你看 就是因为美国其实 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拜登满脸斗花 他现在又有求于习近平 他必须要中美贸易谈判 但他面对国内排山倒海而来的反中 跟共和党的这种民粹的力量 他要怎么招架 所以他这时候只好打台湾牌 我觉得蔡英文是配合演出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说 有你看美国是我们坚实的盟友 其实他讲的这一点都不是新闻 美国本来就长久以来 因为我们的武器都是跟美国买的嘛 美国不教我们用 谁教我们用 那武器买来不是 那都是高科技的战机战舰 没有他教你用 你就随便一个人可以飞得上空去吗 不可能的一定是要他们派人来帮忙训练 还有很多的这些高科技的电脑的这些东西的架设跟使用 他当然有派人在台湾 但是跟在琉球 跟在南韩的那种大规模的驻军友军事基地是不一样的 只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很低调的 不去谈这个东西 那是蔡总统他第一次很高调的在美国的媒体谈这个 我觉得他是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啦 所以他也是在帮拜登 那当然也在帮自己 那行硕跟美国的友好 对于12月18号的公投 也想要卖这个芒果干 来转移焦点 说你看美国这么好 我们吃吃莱猪也是应该的 牺牲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啊 对不对 吃吃莱猪啊 我觉得这一切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演啊 那中国大陆也必须去思考 其实这样的一个表演 对台湾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 我说实在的 对台湾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 我觉得他是做给帮拜登看的啦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我们是小国 全世界觉得说 台湾不应该被欺负又怎么样呢 我们真的被欺负的时候有几个人会来 但中国大陆他们要思考的是 大陆你自己要去思考的是 你的国际形象的问题 你懂不懂得包装自己 还是你每次呈现出来的时候 当然你说这是别人对你们的恶意扭曲 但中国大陆的强国崛起的过程 你的国际形象跟包装实在是有待加强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内容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吴章谢部长昨天呢 是获得了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 颁发了奖章来感谢他推动 两国关系的努力 可是问题是去年八月底 这个韦德奇啊 当时呢 帅团来访的时候在立法院 还说我是台湾人呢 一回到捷克去说 他从来没说过台湾是独立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台湾到底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这个议长的态度 要变来变去呢 这当然是为了他自己这个捷克 他自己政党的利益啦 不过汉语大家听得比较难过 美国也不认为我们是独立国家 所以他支持我们去参加联合国 是参加联合国的观察员 并不是要我们成为联合国正式的会员 包括日本也支持我们参加WHA 也是跟马总统那时候 参加WHA的模式是一样的 他只承认我们是观察员 这不是只有联合国